这种凯文将会召唤巨大的视线指示之兽 一个巨大的怪物 并站在他的上面加以操控 这个巨型怪兽拥有三个手臂 其中每个手臂分别握着一个体能 分别是利维坦的意识 且美拉的权制 夜魔的超验体 对应着我们的古生代 中生代 和新生代的地质学概念 玩家可以利用中烟之律者的空战的特性 去击破召唤出来的纪元绝灭之影 并且使用他们转换出来的勾爪到达高处 然后去击败古生代利维坦的逆势 再进入下一个平台 在第二个平台上 舰长可以操控我们新加入的 死猿之律者进行战斗 中生代的其美拉的权制 将脱离这个巨型怪兽 开始自动和追击攻击目标 这个巨型怪兽呢 他还会发动可以拼刀的这种连续斩棋攻击 但我们可以利用死猿之律者的攻击 与武器技去更好地抵挡boss 那在第三个平台 就会有真律之律者加入作战的队伍 然后面对凯文的 召唤了大量的纪元绝灭之影 和新生代的夜魔的超验体的强力攻击 那舰长们可以利用真律之律者的分支技能 对同时锁定并且 对于